来看这个十金不昧捡到钱的一名小朋友 他的家境非常的不好 这名小五男童 他的爸爸罹患了口腔癌 只靠妈妈做手工来赚钱养家 但小朋友捡到了五万块之后 他一点都没有贪念 马上就送到警察局 而且没有要求任何的回馈 一直到掉钱的保全员告诉了学校 才让他的善行因此曝光 被同学包围着说好棒 捡到钱的欧姓男童很不好意思 他说妈妈从小教他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 他只是听妈妈的话而已 捡到别人的钱不能自己拿回去 要还给对方 很谦虚而且不贪心 男童就是喊妈妈在这家超商门口 捡到一名保全员掉的五万元 事后保全员知道 欧姓男童家境困难 竟然没有要求任何酬劳 打了一个流离讲座 要求学校一定要好好表扬 欧姓男童 那时候我们才发现了 这个孩子的善行义举 校长说 欧姓学童家境并不好 那爸爸是长时间 还是癌症治疗当中 妈妈呢 他本身来讲是做手工 那么微薄的收入 在捡到钱的当下 没有想到家里也需要用钱 欧姓学童使今不昧 让人感动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